最近TVB的電視劇集衝上雲燒2 雖然撞上這個暑假檔期 但收視依然非常之好 現在錄到最高的收視有36點 但其實加上網上的點擊率 再加上不同平台觀看 其實加加賣賣的收視率 就是高到最近40點 其實現在收視這麼好 TVB應該搞多些宣傳 上星期大家如果記得的話 就知道吳鎮宇和Chi Lab 就請了一班幕後工作人員去吃飯 而且當日也有很多記者到場 大家就以為這個是宣傳飯局 誰知道原來是TVB抽水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一切娛樂謝謝 如果大家宏觀今年大半年 大家都會看到TVB電視劇集的收視 都真是一般的 碰到三次都要慶功 其實今年比較好收視的電視劇集 就包括好像有人心簡碼二 露表里恐惹 發網吹擊等等 當然不少得衝上雲宵二 其實以前來說 TVB每一次好的收視劇集 都會大羅大鼓搞記者招待會 搞飯局 為了這套電視劇集 繼續造勢 可以谷行收視 如果大家記得很多年遲 好像唐辛風暴 家好月圓 差不多每個星期都會看到他們 搞記者招待會 又說收視好了幾點 又搞飯局 又說一起看大紀局等等 不過今年真的少了很多 由於收視方面 都是只有三十幾點 跟之前那些四十幾點真的差很遠 所以TVB方面真的要節省一些宣傳費 好像衝上雲宵二那樣 原本想著他今次這個節目 叫好又叫了 應該會搞多些宣傳活動 上個星期五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就看到Chi Lam和吳鎮宇 就請一班幕後的工作人員吃飯 初初大家以為這個都叫做一個飯局 就可以讓他們宣傳一下 誰知道到最後 其實這個飯局 真的是Chi Lam和鎮宇哥賣單 其實原本這個飯局 就是Chi Lam和吳鎮宇私底下約了 就說希望可以請到一班幕後工作人員 和一班幕前的演員一起吃飯 所以就在將軍澳擺了兩圍 而且還吃得很豪華 Chi Lam還特別拿了兩瓶紅酒 其實他們在法國拍外景的時候 Chi Lam去拍賣拍回來 所以其實一支都幾萬元 他就想和一班工作人員分享一下 其實當晚除了有他們兩個演員之外 有一班幕後 他還請了江美儀、馬國明、吳祥希等等 但到最後一班記者看到的 只有Chi Lam和吳鎮宇和江美儀 其他演員全部都沒有去到 原來一班演員就收到封 一班記者已經知道他們有一個飯局 而TVB還出了通告 叫一班記者去採訪 而TVB本身的東張西網和TVB8 也有crew去採訪他們 所以搞到這個私人飯局 無緣無故要開工 所以吳鎮宇和Chi Lam 他們兩個足足在這個門口 做了45分鐘的訪問 已經越企越面孔了 原本他們只是一個低調的私人飯局 竟然搞了變成一個宣傳的飯局 還要是他們自己埋單 所以TVB方面 這方面真的抽了他們的水 而無線方面的解釋 就是這一陣子Chi Lam 去到哪裡都被人跟 所以就算他吃這個飯局 記者都會踢爆 不如大大方方叫記者進去採訪 就不用妨礙他們吃飯了 其實鎮宇哥和Chi Lam 就不是介意要收費 他反而介意就是 他說明明一個私底下的飯局 搞到好像要做事 在門口做了45分鐘的訪問 再加上其實他自己本身 就請了吳卓熙、馬國明那些來 不過他們就收到風有記者在 明明是吃飯變成做事 當然是不來 所以這次的聚會其實都是搞不成 所以他們兩個現在都私底下 已經約定了一班的演員 希望有一次很低調地可以一起吃飯 而且千萬不要讓無線知道 不然他又再一次收水 那麼那麼來 現在是白鑽公頭 因為白鑽公頭的題目 我想問一下你 你又覺得TVB是否趁機抽水 我希望你的意見 上去Wallet.tv上面留言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聽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